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 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晚又能和大家一起 探到一些近日发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 我们香港出路这个网上电台的节目的目的 就是希望为香港尋找一条出路 能够真真正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 我们不是只希望和大家一起 大肆批评政府 某机构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得不好 大家发誓一轮就算了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讨论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物 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还有建议我们每个人在这种情况之后 可以做些什么呢 简单来说 你是当事人你会怎样做 好了 今晚我们的题目是说 最近传媒有报道 立法会财委会通过了 撥款5,900万 是增设24个副局长和政治助理的 他们的当目的就是 我们是要训练一下 培植香港的政治人物 好了 我们的题目是说 为什么香港政府 感觉需要训练政治的人才呢 好了 我看回传媒都有些不同的评语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评语 就是在一份《成报》 我觉得它挺正面的 很支持社会 就是香港政府在做这些事情 医生、《成报》 对不起我插嘴 《成报》是什么报纸 我不知道 我刚刚在会所里 就立了一份报纸 《成报》 他说到 是哦 我们是需要的香港人 但是很多其他报纸 其实说法都是 意见不一 好了 我们看看 什么人贊成呢 原来 真真正正贊成 今次政府这种做法 主要都是民进联 就是所谓一般的保皇党 是吧 保皇党 他不是很保皇 他也不是 背后说了多少坏话 是吧 他说 反对呢 当然 陈方安生是大力反对的 可以这么说 结果 通过的都有多少人 大家知不知 有多少人 有多少投票通过 他投票是多少 好像20多人 哎 那就惨了 我们纳税人 六千万 五千几百万 好了 那就是 好了 在那个民建联 泛民联支持 29票赞成 16票反对之下通过 那就是 好了 我知道 张瑞蓉 不知道没有得上售呢 阿安 那就是 你最近 好像在 那个 《经济日报》 那对这个 这个题目 你都有一些 有些看法的 那其实 你觉得应不 应该这样做呢 那问题是哪 政府 政府的原意很好 香港人呢 政治人物呢 政治人才是很少啦 因为香港始终都不是一个政治的地方啦 很强烈政治意识的地方啦 那所以 我们是需要训练多些人的 那他们认为呢 用这个途径呢 就可以 为香港 培植一些 将来的政治的人才 那样 那就是 这种 那 政治人才 又 又 不是由政府 训练出来的嘛 你说是不是 我们都不是政府训练出来的 用车 我们是不是 我们写东西都是的 人才 没理由要政府给钱才写的 他说是政治人才 是不是 那我们不是政治人才 写东西不是 我们都可以是 那我们要不要这样去申请 为了十万万元 他说你可以的 他每人都可以申请的 不是的 要去选选的 那他要选选 那他可以自己推荐自己 自己推荐自己 原来那个副 那个助理都有成 近十万的 他接近那个首长的 三十几个百分比 那些其他副局长呢 都有六十几个百分比 那些副局长呢 都是六十几个百分比 那些副局长呢 都是六十几个百分比 那些副局长呢 六十几个百分比 那些副局长呢 真是很湿碎 我不太明白 政府的逻辑是怎样 我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他怎会觉得是 可以 由他们去训练政治人才 香港政治人才的缺乏 是不是要由政府 拿我们纳税人的钱 走去 那你可以看一下 那些投票 哪些人投赚成票就知道了 亿哪个 是不是先 这些 法文 其实我们政府 都是投资很多教育 分裂香港的 社会上需要的人才 其实这样 政治人才 是吗 香港投资很多在教育吗 第二大开支 第一大是社会福利 第二大开支是教育 第一大社会福利 为什么还这么多人 问题还这么多 还这么多人 觉得 你看看董建华那次 在中大那次接受博士的授勋 最近那次是 是的 很多老人家抗议 老人家在那里 是的 你不知道吗 你死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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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即是说 生果金 还有很多 真飲权也不允许 最后是不允许 真飲权也不允许 那些问题 他们说 成落了 加到一千元 那就是 对了 疼走了 到现在还还还还还 是 追他 追他 是这个原因是追他 不是呀 你说福利 我不覺得香港的福利是最大不開支 不是最大不開支 醫療教育那些五百六百億的 中緣幾十億的 不是,整個社會福利開支是最大的 好像六百七百多億的 現在這個十萬元副局長 正正都是社會福利之一 哪些人去做呢? 那你說呢? 不是,我想問,那個政治助理的工作內容有什麼? 沒有的,我還想問問你 我覺得很奇怪 大約是這樣的 如果現在的局長沒有空去,立法會也要去 又是政府高官 大約是政治助理、區議會那些 那都很高職位 那他都去到首長級 禁首長級 是呀,禁首長級 政治助理 第一級 那為什麼不叫做助理局長 你說這麼高人工有沒有下一個合理的標準是怎樣給人工呢? 例如,你在商界都找到這麼長的 例如,你和大學教授掛勾的 這是講座教授的 這是講座教授的人工 就是輸入的 是啊 你有這樣的資歷 那他有什麼做啊? 不是 即是說,上司做不切些事情 他就去補一下鑊 現在正在想 如果你有這樣的資歷 那你就來做 又沒有說 是吧? 那現在就隨便 劉兆佳當年都是講座教授 如果進去政府都可以 那他都是多一些 都是跟他那時候 基本上他是值格 即是你講政府請他進去 那你過章做開 校長 那他又來做你局長 差不多 在他那裡說 就是錢錢錢 還少了一些 我知道 我沒有挑戰劉兆佳的意思 即是說那個政治助理的位 那你即是說用人工來看 他就已經是首長級的人工來的 但他有沒有標準 他人才做得 現在沒有 他沒有 他有三十多歲 政府要請 不是要申請 總之他也有個招聘的過程 開個坊見你 那些就做樣 然後就聘請 那對香港有承擔就行了 我們個個都對他承擔 食地、阿嬸 對香港都有承擔 不過他真的沒講出標準出來 沒有的 沒有的 即是不成文知道就是 民建聯 民建聯 有很多個 民建聯 自由黨都說有幾個去做 有很多青年民建聯 對 向那些民主派的梯女招聘手 喜歡都要來申請 有些選不上的 范國威 陶均衡 什麼 中西區 那個什麼 那個 讓了位給陳方新的 金乃威 何秀蘭 何秀蘭 都可以去 何秀蘭 何秀蘭 又老些 胡志偉 那些 朱元登 即是他有年齡限制的 那不是 何秀蘭不需要訓練 年齡齡齡 沒有的 如果你說公開 他都說明40多歲 那我都過了 不是都考慮一下 他一定是政治囚庸 負責出去見人 這些人一請進去 又沒有做過公務員 又做過官 又沒有政治連力 你說退休議員都好些 如果你說有規定 過去有什麼政治經驗 例如 黃偉賢做過議員 陸空衛 那類 陸空衛 應該有考試 考試不簡單 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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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我不介意開 但一定要公平公開 好像請AO 不是 他現在不是這樣 當然不是 這樣就不公平 請那麼多個局長 有公開給你們知道嗎 是的 突然 曾德成我們做了局長 我才認識 三天前先放新聞出來 才開始有些人知道 然後有些人一起請他站在這裏 這是真局長 新局長 有公開過 沒有的 公開又不方便 我現在覺得 他又加了副局長 又政治助理 其實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之間 怎樣 如果厲害 就做局長 給他表現 然後政治助理又做副局長 是 駕床疊屋 增加了很多開支 你看不到作用在哪裏 那他真的撞大一下他的 你想想 現在就說30個位 明天最終要60個位 60個位 立法會 哪些人去參與這些 這些有些名字 讓人知道 你不能跟盲中中出來選 就給你一個位 真的會 到時 蕭斯江也能分辨過 分分鐘 那你不可以這樣 他當然也不想 盲中中很多社會上的人 跑來做立法會議員 當然有個親政府的組織 去承接這些位置 那你就要做好功夫 兩年前扔出來 他開始 不是連任 那次是 接董的位置的時候 第一次施命過後05年 他已經說 設立局長助理 政治助理這些 其實已經計劃了很久 今天你才 民主派突然走出來 嘩 嘩 其實早知道 其實那時候怎樣 因為要政治開放 他就要培養一些人去選議員 我就不太明白 你培養一些人選議員 都不需要開些位 民建聯 那你盲中這些人 怎麼走出來做議員 即是被他們被捕 即是沒有知名道 你靠政黨 政黨的議員 已經自己搶著來出鏡 不搶著出鏡 你見到我深哥 你又多搶著鏡 即是你不搶著鏡 你根本下錢 不搶你 忘記了你 什麼語言 有做事嗎 待會有副的 是不是覺得好像不適 即是你叫做曝光率 即是有些曝光率 又不需要 要開一些政治助理的位置 難道叫做退休的出來再選 你記不記得有些 新的下 文世昌 早十年退休的立法會議員 上來選 你越大的 那些再出來 你不可以這樣 你不是要找一些新人 現在起碼有幾年時間 曝光 見到 這個是懂政治的 這個有管治經驗 又支持民主 到時所有人都支持民主 可以出來選 是要給他一些知名度 不是那麼容易 你講真的 我會覺得是這樣 我會覺得是這樣 即是你要靠自己去建立名氣 給人認識 其實是挺困難的 但當然 你不會給政黨 給民主派 立這些位置 不是就不夠穩定 所以就培養一個政府黨 親政府的人 即是壯大一下這個政府黨 總之那些是半公務員 好過是叫官員 辭職出去轉 做完議員 議員也是他 官員也是他 就最好 即是擔定張椅子 放下位 又看看他真的行不行 要見人 說說說話 這些位置就是給那些 最直接就是 民主派的人出來做局長 直接可以執政 自由黨就分幾個 做了就要退黨 很簡單 就退了 所以連民主黨那些都說想去 新生代那些 我們沒有份 即是古希之年 李柱銘明明明年又選 然後找個年輕人一年的陳方生 李柱銘明明明年沒有說要選 說了 他說不說不選就是選 很簡單 他說由黨決定 讓黨決定 讓大家討論 當然就算了 你想想這些 七六八十都押著不肯走 其實他又不做事 開完會就走了 經常顧著律師事務 但是你沒有押明星 他出來站在那裡又贏 選贏 那你不行 新的那些排隊都要 沒有人知道 貿務 要找些機會 培養政治人賽 那是要的 你不能夠 什麼都不貼走出來 就做了議員 總之這個政宣 要多些人 總之這個政宣 他當然是多些自己人 好過多些民間走出來的那些 你覺得民間走出來 很快都走不了人出來 不然走到何來出來 最近一年 那怎麼搞呢 因為覺得好像有些 騎離 不太行 不可以讓這些人做議員 現在你說 現在你叫香港人出來搞政治 那說真的 是挺慘的 你又沒有錢 搞政黨又多是非 又多鬥爭 鬥爭完了 到你順順利利 上賭了 上賭的意思 都是被人知道 可能做了區議員 那你在這樣的情況 你哪有政治前途 你唯一是怎樣 就是不知道怎樣 你說年青人從政好厲害 犧牲一下 但是你怎麼從政 沒有一個渠道 據我所知 沒有什麼年青人想從政 尤其是香港的社會 年青人現在大部分 新的大學畢業生 最想做財務方面的工作 正常的 正常的 沒有人想 就算政治系 都很難收到足夠人開班 政治系應該撿了他 香港 世界的政治系應該撿了他 讀政治那些撿了他 我問你 你這麼多政治家 誰是讀政治的 通常是讀歷史 不要理的 讀法律 美國四成的議員是律師 或者法律專業有關的 香港內部份是多了律師的 但問題是 你說 整個正常 當然是讀政治 大學裡面讀政治 政治 或者公共行政那些 最好 一個都沒有 現在那些政治家 即是出來的政客 也好 政治家也好 例如打工務員工 可能是有 都好像不多 那些人去做E.O. 讀政治那些人去做E.O. 撿頭撿尾 就對了 真的政治家 就不可以讀政治 因為讀政治 就變成不是政治家 所以養了鄭與石的教授 你看 走出來搞政治是不練的 關税機走出來搞政治 又是一堆東西 劉施家 當然更糟 對 我覺得你又覺得不對 那些讀政治出來 不行 那些跟政治學無關 即是政治家幫不到他做政治 是嗎 很明顯 這個是個人的問題 是嗎 即是你就是 你就是 你看一下政治 有些讀政治學 那些有很多 都好什麼 你舉個例子 你看一下 舉個例子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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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讀政治 你要讀政治的嗎 我讀 Master 當時讀了一些 是呀 是呀 讀讀理論 讀一些 theory 讀一些 system 沒有問題 但問題 為什麼搞政治 那些全部都不是讀政治 就是 我告訴你 香港的政治 政治是不行 全世界都不行 不是 你又不可以講講講 你認識這麼多外國的領袖 那誰是讀政治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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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美國總統 是律師出身 難道你 難道你應該是 律師 律師就是很多 但律師他不是做政治家 他是做律師 醫生很多 醫生從政都很多 但不是讀政治 不是讀什麼 什麼是馬克思 什麼是政府 商議會制 就是國庭 我們都會生人事 或者民主的理論 不是讀這些 那為什麼 沒有人想過 為什麼讀這科 專門這科 反而沒有什麼人 真正出來數 證人詞是很有趣的 你是什麼人都可以參與 又好像幾平等 好像我 阿偶不是三行佬 好像新聞界一樣 讀什麼都可以入新聞界 但你說在英國工黨 很多是工人 真的是工人 當然他比較聰明 口袋變級 還有他知路也可以 想事也可以 但他不需要很高學力 歷來政治家 沒有限制 要什麼學 不需要的 沒有的 最主要就是 說你有人民支持 就行 有人揣你就可以 沒有人質疑你 那這件事是對的 我們又不是搞精英民主 雖然 在英室 那為什麼你對局長助理 和副局長這麼憤怒 照理你鼓勵那些人去做 參政也是一個途徑 就是清流 我真的覺得 你由政府訓練出來的 那些必須是政治人才 那些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是政治人才 為什麼會是政治人才 那就是 所謂那個思維 你由建制 你進入去就是建制 你的思維 是做政治 不過就不是政治家 那些是工人 就是制度服務 我明白 我以前是小公務員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總之就是老闆做什麼 老闆都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因為制度太大 你一個位置做四年 一個四年 可能要收租 收了四年 管屋邨 做了二十年都好像沒有管屋邨 就是這樣 可以是 但是你已經二十年之力了 你還轉什麼工 你敢不敢走 但是你已經升到很高級 但是你可能做過三兩辦 就是這樣 政府會是這樣 你做EO 就是行政主任 你如果在外面做了 先EO很高人工 六萬元 那你很厲害 做保護經理 做很多事情 但是你可能管一下文書 然後八卦一下 在部門裏面 管行政 你知道很難說 你有什麼做過 肯定就不用你做什麼決策 總之上來的 你在官僚制度裡 玩到它 那些事情都推出去 搞定 表面 那你已經是一個很厲害的公務員 運作順暢 沒有投訴 沒有vision 不需要有vision 千萬不要說那麼多 想怎樣 想怎樣 那些是EO做的 但是那些中層公務都五七萬 去到 而他們是制度的部分 就算是EO也是 其實是的 以往的EO 就叫做 因為沒有政治家 所以他們 兼不來 即是殖民地 兼不來 兼不來就變成了 社會發展的政策 英國 美國的公務員 是不需要做這個事情 怎樣改變世界 改變社會 是政治家去想 公務員 只是執行 總之準確執行就可以了 現在他進去做 理論上就是準確執行 但是香港 就 公務員治港幾十年 我們最多的政治家 叫做陳方安新 竟然就是公務員 即是公務員 就是公務員 我想問一下 現在即將會新增 那些什麼 局長 政治助理 是不是也都是一種 即是會是那種 我們做特首都可能在那裡找的 公務員最重要 我們習慣了公務員治港 這是最好的途徑 比作愛從政 逼到進去 我都逼進去 我又生的話 難道去政黨那裡 在政黨那裡 台橋台二十年 你還是梯隊 那個梯是斷了 不過那個梯是斷了 永遠在梯底 但有一個問題 現在香港政府的機構 大得非常龐大 十八萬元 如果你不用回裡面的人 你今天動不了這部機器 那 有一件事你真的要留意一下 久了 做官的那些 是有一個款 如果你不相信 你落下有兩個官 現在本來是商界的人 做世界之弟 一個唐英年 一個馬時亨 現在說話是官化得很重要 即是說話是不留守 即是你沒有漏洞 廣東好像沒有說 那現在就是這樣 那你說這些是否政治人才 香港不需要政治人才 香港最主要就是 令到政府的機構 有效順暢的運作 不要投訴 不要投訴 香港的政治就是這樣 當然香港不是沒有政治 我不需要你創新的 政治家一定不是在官僚制度訓練出來 是的 但現在我想他們說政治人才 都不是期待訓練政治家 但是我們做市民 比較期望我們香港能夠出到政治家 你看著出了這個計劃請了些人 那些人的質疑 就不是這些是否政治家 而這些人為何這麼貴 人工 為何我做了這麼多年 都是一萬多元 十萬的 大家都是三十多歲 但他還是做教師 大家都做助理工作 他不是好像做了兩年教師 突然去做了教育 助理 突然拾問 簡直好像 十萬元 好像港座教授人工 是啦 你做港座教授在一個大學 就變成了大學的教授 都會出來挑剔他 喂這個人有什麼 為何可以這麼高人工 為何可以這樣 定過人工真的零細 為何薪金這麼高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開始的時候 到底有什麼準則 我們都質疑 其實他沒有什麼準則 轉了三十幾歲 什麼人都可以做 但最終我們討論 其實真正政治的政治家 其實有什麼背景都有 所以我剛才開始講的質疑的問題 其實都不存在 我都認同了 在工黨工人都可以做 剛才阿岸說的 官僚系統訓練出來 其實有限 學到官僚的做官 我們是不是還需要這些 最重要是不要說錯了一句話 你看唐英零說話就是這樣 竟然做了這麼久的局長 就學了這樣 你不是帶引社會 或者很有自信 我們現在期待 我們香港社會能夠 向前走 那你說那些班人 原來訓練出來 就在那填下去立法會 做行政將軍就死了 我們其實不用他們 做完我們都知道 香港將來會是怎樣 如果是這樣走法 好 我們有一個封煙的渠道 2134 1134 大家有興趣可以 我們閉嘴之後 可以打電話來和我們聊天 2134 我們先休息幾分鐘 好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 網址 3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好 我們回來繼續 我們今晚的題目 為何香港政府 需要訓練政治人才呢 為何我們需要 撥款差不多六千萬 來增設 二十幾位副局長 和政治助理 我們在說 人工不是小人工 我們在說 差不多十幾二十萬 我想插句口 對不起 這些高人工 即高薪養廉 其實真的是 殖民時代 留下來 你 對比我們的鄰國 再遠一點 美國都沒有那麼高人工 有公務員 是的 公務員在政府架構 全世界都沒有那麼高 好像是新加坡 是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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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香港 那些內閣國員 內閣國員 內閣國員 不是說什麼助理 我覺得公務員 香港公務員 這麼高薪 真的是殖民時代 留下來 當然 尤其那些什麼局長 什麼獎 都是那時候 多數英國人 比數英國人 還有兩個月假期 之後要回家 還有很多福利 福利 真的好 他們那些公務員 那時候 殖民時代 那時候 子女又可以去英國讀書 又包一年兩張機票 現在還有 現在也是 現在沒有 為什麼去英國 有去英國 有去英國 有 我們要求要取消 應該去中國 應該去北京 應該去北京 美國 怎麼去英國 還有很多東西未取消 你說高薪養廉 我又不覺得他高薪養廉 最近那個什麼 誰 女法局 莊明娜 女法局 不是政府 不是公共機構 不是 還衰 不是 政府給錢 人心不足蛇吞象 不是 他們的機構 好像政府部門小 政府還用部門調來調去 他們在裏面 沒有安管 升到差不多 加了自己的工資 是呀 你的高雄機構 真的 所以我覺得 你現在增設這些職位 還要這麼高 你覺得他錢太多 還是整個系統 本身有些問題 出了什麼問題 兩邊都有問題 兩方面 你錢 需要不需要 好了 我再說錢 如果你以為錢太多 那錢 多少 應該怎樣來定 或者錢 多少叫多 多少叫少 喂 那個什麼政治助理 要不需要到首長級 那你說多少 我怎麼知道他們的架構怎樣 那你不需要到首長級 房屋事務經理 管整條村 這麼大 都好像是五六萬元 是啊 五六萬元 就是所謂專業 喂 一個裁判師 你不知道多少 四萬多元 起床 地方法院的官 所以請不到裁判師 就是因為政府是屋居 等於工程師 那你的法官 你當他是工程師 是醫生 這樣 那不是很對 但是他的官僚是這樣 就是這樣 如果我說 在報紙寫多幾篇文 然後跟著 為政府護行 寫一些文 然後那裏 暴暴光 去電台說一下 有一個名字 那我就走進去 好過在公司等 升職加薪 所以其實 增加暴光是非常之好 如果可以的話 多點上來 暴暴光也是有好處 那我們要記住 我們上來 我就不只是知道你是誰 我們要知道 你有什麼 policy 你怎樣搞香港 這就是我們香港出路 香港搞的大人 和所有其他 我們所聽到的 是很不同的 現在整個政治氣氛 其實大家剛才都提及 每次講名氣 人家是誰 誰認識你 我常常都會想 他背後 他的政策是怎樣 他想著怎樣搞香港 我們這麼多次的 外面的所謂選舉 從來沒有人 在那方面去看 看他的知名度大不大 其實我們應該 我們希望改一封氣 香港人將來 不要看哪個知名度 看他的內涵 到底他提倡了什麼呢 他看不看到香港問題在哪裡呢 他的解決方案 香港能行不行得通呢 阿遠醫生 我真的覺得你是強調 什麼解決方案 有什麼解決方案呢 不是啊 我覺得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有很多時候 譬如說 你有一個 治港理念 你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看到一個問題 我們怎樣去 就是我們大家會說 問題的現象 是吧 但是最終最終 不是大家都會說 對於是 很多外面的 你看傳媒 大會都是說這些 的 哪些人做得錯了 說得不好 有什麼問題 但是有時候 你追問一下 好了 我們都看到這個問題了 你認為這個問題 應該怎樣解決呢 其實沒有的 其實這麼多次 大家會說口號 所以為什麼我整個政治 淪落為要 誰出名 誰不出名 就是這個問題 我們都理他 什麼人好 認識不認識得好 最重要他 他提出什麼 他所提出的東西 是不是能夠令到 香港更加好 如果我們整個政治 的取向去這麼想 香港就有希望 不用在那裡糾纏著 過去我們所做的事情 他值多少錢 其實沒有什麼所謂 你可能有些人 需要的錢很少 但他提出來的方案 是真的行得通的 其實要在那方面想 我覺得香港就更加有希望 就不是 要多少錢 你說你十五萬 十三萬人工 可能教授級 那你要想著 教授級做了什麼 我說你不要理那麼多 你最重要 他能夠提出什麼的方案 而他的方案 是令到香港怎麼改善 是行得通 如果我們將我們的精神 例如我看回 副局長 政治助理 擺明政府就是想擴大 政府黨 那我們為什麼要支持 你自己的文章 其實講了很多 這方面 你覺得自己圍內人 製造一些同聲同氣的人 再來選出來的人 起碼不會反對他 但現在其實 不是支持他 其實 大家都覺得這件事 任由他 不反抗 啊 什麼 什麼 現在大家都 例如 又用這件事 這些助理局長 或者政務助理這些 你拿這件事題去 外面問了這麼多的人 事打在街上問 沒有人會贊成的 我相信 極少人贊成的 不是啊 我又覺得 那些人都不 不知道什麼事 最少他不反對 如果你要反對 你就要有人去 把議題炒起他 你要做到什麼 當然有個行動 那些人根本沒有 很明顯是要靠這個 對香港人現在來說 這個根本不是一個問題 當然不是 西哥幾千萬 有幾大事 我真的 有幾大事 是呀 沙士的時候 在鐵馬艦那裡 都弄了一億 幾千萬 那樣濕碎 根本他們就不會理 這件事 覺得是很小事 對 問題是 你的反對黨 反對派 沒有把事件的嚴重性 不是啊 反對派都想做回政府那派 你明白 不是啊 起碼那些大佬不肯 那些年輕人想 就是這麼濕碎 都想事情 如果制度是這麼搞 每個人都想著 找一份古工 這樣就完 那你減了什麼 我真的不明白 這樣可以培養到政治人才嗎 這些是你培養到 多了二十個E.O 基本上 你不是培養到政治人才 那些人想著 喂 在這裏做梯子做得那麼辛苦 都是沒有什麼希望 沒有什麼前途 起碼那份人工那麼高 做兩年 找回一些退休的保障 這樣的心態 那你就死了 是啊 現在他就是這樣開出 我有另一種看法 其實由頭到尾 我覺得他需要一些人幫忙 因為始終局長有很多其他工作 就是那個工作在崗位要做的事情 那麼現在呢 就立法國裏面的議員 是很多要求 然後很多質疑 很多問題 那麼他就需要幾些 就是做些助手的 比如說副局長 找個助理 其實他背後那個真真正的 在工作上需要 是需要一些人 是幫幫局長做事 好了 那你不如你不要說 訓練政治人才 就是要加上去 你要找人做事很多 政府 十八萬人 你真的要調幾多個E.O.給你 那就是這樣 那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你說我們工作實在太忙了 我們要跟立法局 合作得好一點 沒有人投訴工作太忙 你看局長哪有投訴 我沒夠時間做事 我不夠用手 我需要多做事 有一個馬時香 他看不完所有文件 那他看不完 別人不可以代你看 對 有些事情真的要自己親自 審批閱 那他都沒有投訴 我不夠時間開會 我要派個副局長來開會 分擔一下 從來都沒有人這樣說 沒有 是啊 可能當時說也沒用 因為你是沒有任何職位 可以幫到你 現在那些立法會議員 他有個常任秘書 公務員 即是現在 問責制之後 局長是外面請進去的 那三支手一個 但是以下的全部都是公務員 即是羅曼昭勳都是公務員 他升到頂 以前的局長 變成常任秘書長 那他是公務員 很多時候都是他去解劃 你見羅曼昭勳一樣出現 你分不開的 好像一起工作 那OK 他們是政府一部份 已經變成了 沒有問題的 即是公務員 從來是源源不絕 人力資源 也沒有問題的 你要訓練 為什麼你不叫他做AO 起碼訓練他五七年 有什麼資歷 然後你才叫他做 局長助理 或者副局長 那是很正常的 副局長 既然不是什麼重非 你想想想 局長就問責 副局長 做什麼 實想問責 有禍 即是局長助理 如果他說要下台 那他又是局長 那不應該是副局長 即是不用了 即是他很舒服 副局長的位 好過副局長的 沒有風險 沒有風險 人工是低一點 但是沒有風險 隨時可以坐正 他會覺得他失敗了 可能他會招走局長 自己做坐正 即是 其實想請多兩個人幫忙 覺得這不像 這不像 哪有這麼簡單的一回事 處心積累 部署 是整個政治改變的 整個性戶生態 但是未來的十年 我覺得泛民就抵打兩巴掌 他知道的 但不知道做什麼 不知道怎麼應付 現在泛民一班人是連反抗的意識都沒有 你明白嗎? 沒有的 你知道今天在做什麼? 今天要求他見真暗權 見他 那就讓你見一下 很難見的嗎? 你說不見的話 他們說有條好竅 就十一點鐘踩上去 即是廣東府以前 現在特首官邸 李賓府 現在還叫李賓府 在外面等他 那很大新聞 終於曾蔭權的秘書 打給他們 下週 下週不知見了什麼 而聯署封信 聯署封信 要求曾蔭權 帶他們上去見國家主席 是最重要的 叫哪個主席? 國家主席 對話 胡錦濤 這兩天就是他們在做這樣的事情 即是正改諮詢報告上去之後 他們就在做這樣的事情 要上去見見國家領導人 唐唐有句話很有趣 他說你要想見 很簡單 你不就叫DXL發封信給胡錦濤 他說見不見 他怎樣說話呀唐唐? 那你沒理由叫曾蔭權 帶你去見國家主席 是呀 是呀 那你是國家主席 見不見你才行 是呀 是呀 那你想見他 你不就自己發射車進去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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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的 我覺得挺好 你那些人對曾蔭權 他曾蔭權打工 大佬 上班不想見你 他就向你轉達 你很信 他都答應你 胡錦濤說 阿叔 算了 曾蔭權自己想見 不是呀 自己想見到這些地方官 不是呀 十幾分鐘給他見見 是呀 分都十幾分鐘而已 是呀 那你什麼理由 你什麼民主派來做什麼呢 陳太進去 原來就 領導他們一起 寫封聯署信 二十六個人 最重要就是 想見國家主席 那見來做什麼呢 你就反對報告 就反對 你起碼反對了 現在當然反對 又不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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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是什麼 我就說高高 就入了阿扑圖 我經常都很強調 到底你想怎樣呢 你說別人的報告做得不好 你想怎樣做呢 我經常都不覺得他 那他不提出來 他提出來你又不太知道 一般人 我都覺得他提了 2012好選 然後別人說沒有 沒有 其實沒有說沒有 還未說 不過別人還未說 他就罵人 為什麼報告沒有說過2017 他沒有提 為什麼 2017已經是 不可能的 這是什麼誠信問題 楊森在罵 是呀 那你現在說過2012 突然問人 為什麼沒有2017 是呀 真是奇怪怪 不是奇怪 是他們心裡想過 2012一向都沒有 想著答應我2017 誰不知你沒有說 有聽聞 有消息說 2012會否決 人家會說不會的 2011太急了 你們研究一下2017 那你研究回來 有段時間都未研究到 那什麼都沒有 差了一年 選了兩次大選舉 又特首選舉 又什麼 結果就是沒有 什麼都沒有 那我就發瘋了 所以 問人 2017為什麼沒有 最好笑就是 因為 醫生你這麼不留意政治 都留意到他們一直是說 2012 我以為是2012 誓死爭取 現在都沒有說不行 報告書裡面有說到 2012可以接受 應該尊重 超過香港一半人 認為是可以接受 支持 那說了 是咨詢報告 做完一輪咨詢之後 現在報告出 超過一半香港人 贊成2012選舉 還有這個是可以理解 應該尊重的 那它不是很負面 但是所有消息來源都說 人大將會說 不行2012太急了 那就算了 壞了不行就不行 即刻就 那怎麼辦呢 那他們希望 就說 2012不行2017 搞定它 怎麽知道 報告書根本沒有問到別人 這件事 哦 報告書根本就沒有說 就是說 如果2017有 相信有更多的人 就會接受 大多數人都會接受 包括立法會的人 這樣 但是你這樣說 那上高會不會 即是說 2012沒有2017 沒有說過任何事情 沒有答應 起碼你的報告書 沒有提到 但是我想提一提 一段歷史 1997已經曾經答應 2007 2007是有的 後來2007沒有了 又說2017 亦都可以同一個情況 我現在答應你2017 2027 行不行 曾經答應過 2001 寫了在基本法 1997 2007有普遜 寫說 它的制度分三界 去到2007 去年那個制度 即是上一任 即是2004年的選舉 即是用到2007年的 之後又沒有說是怎樣的 嗯 就說 就是 循序漸進發展 當時那些官 國內老平 都說 沒有問題的 應該 我們回歸了 什麼事都好辦 不過現在不用這麼說 但到現在 日日爭 日爭 就是這個 如果回歸前 在基本法已經說明 2017就是100% 那就不用搞了 其實就不是 即是沒有講到 現在沒有講到 就研究 研究就繼續研究 最厲害的 官僚做事 慢慢來 我覺得整個普選的問題 有些人經常說 香港人 是否準備好 我覺得整個問題 不是香港 是否準備好 是說 中國是否準備好 中國最后排都不準備好 所以我覺得 這個問題 是很簡單的 即是已經解決了 是沒有 是的 根本是 問題不是說 香港人準備好 香港人能不能夠做到 整個問題的關鍵都不在這裏 整個問題的關鍵就是 中國是否準備好 中國不準備好 香港人要求沒有用 因為始終 香港的普選 OK 但有一件事 我想反對一下 OK 答應了你的事 現在不給你 你有權 A 算吧 認命吧 沒有 B 反抗 C 直接跟你反面 是 你現在 香港人是選A B 還是C 例如你選A 認命 那就認命 不要說太多 B 其實他答應過什麼 我都不太清楚 他答應時間 沒有 從來都沒有 1997經驗法社很清楚 2007是會決定 到底有沒有補選 這個語氣是決定 不是決定是沒有 不是決定是沒有 即是他現在連決定都不決定 即是這樣 我現在 決定在12月31日 加完醫生 加薪金 我跟你說 你的感覺是什麼 不是說你 在12月31日 決定我不加薪金 你明白嗎 他說決定有 但他沒有說決定什麼時候 他都可以這樣說 我們很久沒有一個ICQ 就是Fry Dragon 你老友 Fry Dragon 他說報告書裡 無緣無故多了15萬簽名 找鬼信都可以 這15萬簽名是怎樣的 是什麼來的 民建聯的街頭簽名 支持2017 所謂的計數量是幾多的 民主說沒有搞過簽名運動 起碼民建聯 具體都說 我們有個2017 但是2017 如果說2017普選 那要不需要現在去決定 普選的形式 會不會怎樣搞 十年後 大把時間 八年就開始 量定了 都未遲 有八年時間去計劃 是 問題是這樣 現在民主派 可能又是老點 又找到陣 到時猜猜又沒有鬼了 如果2017 一定有 公平公開 不用篩選 那你就 就 加大觀禮 現在大家一起拍照 就算了 提議家說 2017 可以 不過你去研究 那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什麼不急 那你就死了 很老的 你知道 很多人學生 甚至死了 你知道已經七十歲了 所以就 就算你有命 都未必做得到 當然不好 他們沒有做 但看都未必看到 所以 我從頭到尾 整個問題 就是 看中國 中國 中國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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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看 中國 都未準備好了 香港都未準備好了 其實事實是這樣 我們不用說其他 我們有什麼解決方法 有什麼解決方法 有什麼解決方法 我們不是認命的問題 但我覺得 其實香港人可以做很多事 香港要好 不是代表民主 不是選舉民主 香港人要好 其實是一種參與的民主 香港其實是一個很自由的地方 如果香港人說 如果香港人說 我肯自己做些事 政府有什麼策略 其實有一個自由度 讓我們去做事 我們選不選到 人出去 不是說 立法國選舉去做 我才可以做到事 我們很強調 其實要做事 我們香港人 每個人都 其實今時今日 有一個自由度 可以自己做事 就不是要等到 有普選可以做事 是這麼簡單 香港有一個自由度 不是說不讓你做事 你是可以做的 真真正正正 要做的就是 參與的民主 香港是可以參與的 譬如有些政策 你覺得是不好的 那大家出聲就可以了 出聲 沒有人聽 沒有人改 都要打交道的習慣 是啊 香港人有發出聲 不要緊 其實香港人有沒有發出聲 我覺得做法都不是很多 其實很多人都發出聲 舉個例子 教育 香港教育搞得非常糟糕 我們已經發出聲 用腳去投票 有錢的全部都發出他們 那些子女都去外國讀書 甚至去讀國際學校 做了的 其實說到自己 關於自己的生活和幸福 我們比任何人 都更加緊張 有時真的 出聲 你有人聽 會動到一個政策 動不到你出聲 本身是沒有什麼用的 我覺得香港人 自己都沒有出聲 還有自己想怎樣 都從來沒有人具體 改了出來 只是說你不好不好 然後教育不好 什麼什麼不好 然後他們解決方法 就把自己的子女 送到外國了 他們用這個方法來處理 知道 那我們自己怎樣解決 我們覺得 有具體的政策 去了解 香港醫療問題 出了哪處 香港教育問題 出了哪處 具體的說出一個方案 從來沒有人說過 有 這麼多政策 有什麼說出來 有人怎樣解決 有我從來沒聽過 很難說 你沒聽過 我聽過 有人有方案 不過最主要就是 你 好像你說皇后碼頭 那些人說出了一個方案 又不斷差 如果你有研究過 黃後立派那些事 他們做的研究 是遠遠多過政府 是的 大政府都不看 有大的交流 所以香港是沒有什麼 看完所有的 出路的了 醫生 提的意見是很好的 那條路只要移歪少少 提高幾尺 就可以下面的碼頭 繼續保留 是很好的方案 他們浪費了多少精神 但是他們說 這個政策定了 然後就當沒有看到 然後就當這樣 然後就說 我們已經充分自信了 開個議員 叫我林鄭月朗 被人罵了一輪 然後就 已經自信了 就拆了 裡面有很多人 二十多三十歲 什麼 本多人 是的 阿姐 如果你年輕一點 都沒有機會 你這麼正應 你騙自己人 我意思就是這樣說 我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我那群民主派 真的 認真 他們知道 他們沒有打算去 那群 我覺得他們應該要 將那些事情 搞成為一個社會議題 其實你不會擔心民主派 下一次的選舉 民主派一定必然承受惡果 九個月有 肯定承受惡果 這個世界 死啦 他承受惡果 這個世界他一定要橫 我覺得這樣 你不要以為李柱米一定贏 我可能會輸 我希望 熱切期待他輸了 就沒有了 民主派大打一切 只剩下十多個位 這個對香港一定是好事 我們經常說 他們不在這就糟 不在這才好 好了 跟著民建聯說了事 跟著當你傻 因為他大多數 又做了局長助理 最好民建聯說了事 已經是民主派大 那就是最好的局長 他民主就有希望 告訴你 他一定會搞得和妥 更慘 董建華 又成了 又囂張 又獨裁 加多過Regina 更好 大家就聰明 大家就聰明 民主有希望 這次 當然有希望 到時一起上街 這樣就真的 革命都可以 現在這群人覺得不太差 政府還聽你說 那就不算了 即是表達到意見 問題不很多人其實知道 不要說 就算中國 自己多國都知道 民建聯這班 是扶不起的 知道嗎 給了二十年 無數的錢 民建聯很大勢 你知道嗎 不要以為 給了無數的錢 無數的人力 中聯盤最頭痛 就是怎樣搞定 這班 真是 侵蜜土人 你不要他又沒有其他人 你始終需要有些土人 去幫你舉旗 之類的 民建聯是一個組織 一黨奴太 民建聯在香港也是這樣 邏輯 他不可以在裏面換那些人 換一些聰明的人 換一些聰明的人 喂 換了無數 換了什麼人 我換了第一代 現在等新的那些上 因為民建聯那些是土共 你也知道 即是那班不行 只讀過香港U 他只有三兩個人 那些已經很聰明 啞了很久 你真是沒有人 即是你本土的人才沒有 即是他沒有 現在他多了一些律師 他都有培養 下線那些我都認識過他們 在做節目裡 有些什麼 你不計算正義入場 純粹看一個專業的人 他很多 都挺聰明的人 律師都有 很多律師 做著民主派 如果你是新出來參政 最重要是哪裏讓你參政 都可以說 民主派又起不了風雲 其實情感上 大多數都是希望在民主派 其次鮮明去爭民主 好過迫在建制那裏 或者跟著保皇黨在那裏做事 但你實在不祭 那就沒辦法 大佬又不肯走 又不培養新人 自己又沒有新橋 其實最重要是新橋 即是我覺得你什麼人 沒有人認識你 如果你的橋是活動的 香港人就應該高復那樣 其實我保證他 不要聽我們的節目 從來都不借我們的橋勢 是呀 我們已經中興了 是呀 我們不肯聽你們說 有沒有聽過你說話 有沒有請你們去 請問阿蓉姐請你去給他們 一些意見 民主黨那些 民主黨那些 是呀 公民黨那些 有沒有找你吃飯 隨心意見 我不認識他們 我不認識他們 沒有的 你不用認識他 你這麼有名氣 他們都不理你 是呀 是呀 好了 所以說香港人 不要又要靠政府 又不要要靠哪個黨 哪個黨 最重要是靠自己 我們香港更好的行動 都說 其實每個人自己做少少事 香港就會變得更加好 好了 時間關係 我們下次再繼續 多謝收聽 拜拜